我们仍然选择刚才我们插入的这款开关 那我们现在来选择更换一个厂商 那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提示你是否要更新其他图形的一个对话框 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现在回到这张面板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面板图上的开关已经自动更新到了 刚才我们所选择的厂商它所对应的一个面板图的形状 那么这个功能在我们实际的使用当中将会非常便捷 我们不必再需要说单个的原理图 或者说是基于面板图的一个一个的去更新 我们只需要更新其中的一个 它对应的另外一个都将会得到相应的一个更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端子牌编辑器 那么大家呢应该都有使用 AutoCAD进行电切设计的一个经历 那都知道端子信息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是非常难处理的一类信息 那因为端子的信息很多很复杂 那在我们AutoCAD Electrical当中呢 我们使用了这样一个端子牌编辑器的一个功能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很简洁 很清晰地浏览到你所有的端子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对话框当中呢 就罗列出来了当前项目当中所有的端子牌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当中有五个端子牌 那我们现在选择其中的一个来进行编辑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话框里列出了 这一个端子牌当中的每一个端子的信息 包括它的安装代号 位置代号 以及它本身的线号 等等 那我们可以对这一类端子进行编辑 比方说我们现在对第一个端子 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三层的端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端子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三级的端子 那我们可以选择 比方说我现在想把这第二个端子 挪到这第一个端子的第二层来 那我们可以选择它 选择多级 这样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第二个端子的信息 已经被挪到了当前第一个端子的第二层当中去 那我们现在选择将这一个端子也移到第一个端子的第三层上去 那么这样呢 一个我们要设置的端子呢 就算设置完成了 那么通过这个功能呢 还可以对端子的信息进行预览 我们选择更新 我们现在插入这个端子牌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屏幕后面这个端子 我们设置好的端子牌已经被插入到了这个图档当中来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表格式的端子牌 或者我们的跳线图 也可以将它一起插入到我们的图档当中来 那么出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面板示意图的导线注释 我们来快速的 将整个端子牌的所有接线的信息 更新在这样的一张图上 那么当我们的原件图 原理图与面板图 都进行设计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数据核查 那么在我们AutoCAD Electrical当中 我们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核查 比方说导线没有连接 导线异常 原件没有目录好 原件重复 端子重复 端子异常等等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从这个对话框当中看到 我们的程序已经将这个图档当当前这个项目当中 所有有异常的地方找了出来 那么点击任何一个其中有错误讯息的地方 我们选择转置 那么我们的程序都可以快速的定位到 我们这个错误的讯息在哪里 那方便大家可以进行修改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自动生产报表功能 这个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相对于AutoCAD来说 我们AutoCAD Electrical 一个很大的优势也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自动生产种类完整的报表 比如说材料清单表 界线表 电缆表 端子报表 以及包括PLC的输入输出表等等 那同时我们还含有灵活的一个导出选项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选择生成我们的原理图报告 我们现在来选择生成报表 我们选择生成当前项目的 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呢 我们可以选择你是处理 全部当前项目当中所有的图形 以及其中一部分的图形 那我们现在选择其中的一部分的图档 我们现在选择处理这第三跟第四个图档 我们可以看到 这第三跟第四个图档里面所有的元器件 它的一个清单表都在这里罗列出来 那我们可以对这个报告的格式进行修改 我们通过选择更改报告格式当中 我们可以加入自己想要的一个字段 那我们同时还可以对这个字段 进行一个位置的对齐 我们现在全部选择左上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还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放在图形上 一个是保存到文件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保存到文件 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格式 比如说像Excel格式 数据库格式 XML格式 CSV格式等等 我们现在来选择将它放到图形上 那可能这个字有点小 那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选择的第三跟第四张图档上的元器件的清单 已经罗列在这里 那它自动的将所有相同一个种类的元件 放在一个条目里面 比如说这个 段路器 我们的数量是两个 那它的描述 是这样的一个描述 它的目录是什么 那么同样的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对话框 还可以生成其他的 很多丰富的报表 比如说元件清单表 我们的导线的 信息表 元件的导线列表 临界器的插头 PLC的收入 收出地址 描述等等 那可能大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那等一下的话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这边的屏幕上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到了我们的课程的第二部分内容 刚才第一部分内容呢 我简介了我们AutoCAD Electrical的基础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对 到现在为止 对于这部分功能 到底有多少的了解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提出来 那我们现在先进入这第二部分内容 符号生成器 我们前面提到 这个符号生成器呢 主要是用来 用户定制符合自身需求的 我们的元器件 那大家可以在 我们屏幕右边的窗口上看到 我们符号生成器的一个主窗口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主窗口 非常面熟 那它呢 其实它是跟我们AutoCAD里面的 快编辑器的一个环境是一样的 但是与AutoCAD的快编辑环境不同 我们多出来了一个 属性编辑器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屏幕的左侧看到 这个二级窗口里面 我们罗列出来了所有 对应于元器件的 每一个元器件的属性 我们AutoCAD的Electrical里面 将每一个元器件 都定义了一种类型的模板 比如说开关有一个开关的模板 那我们的段路器有段路器的模板 计电器有计电器的模板 那我们在进行 创建新的符号的时候 只需要调用 我们所对应的元器件的一个模板 就可以来进行新符号的创建 那么这个功能呢 同时有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方便大家将 之前我们使用AutoCAD 来创建的一些非标准的符号 我们可以再通过这个功能 来进行调用 然后将它转化成我们 AutoCAD Electrical里面的 智能的元器件 那么我现在来演示一下 这个功能 首先我打开一个 我创建好的 使用AutoCAD来创建的一个块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 对话框的右侧可以看到 它自动的找到了 自动的找到了 我们对应的这个块 它所对应的一个属性模板 在这里面有一点必须要提一下 在我们AutoCAD Electrical里面 针对每一种类型的块 我们都有一个特定的名称 那么它的命名的规则呢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弄一个 要创建一个开关 那我们开关在英文里面 翻译叫做Push Button 那我们现在 这个名字的中间两个字符呢 就是采用这个英文名字的 首字母PB 然后第一个字母的H呢 表示它是水平方向的 第一个字母如果是V呢 表示是数值方向的 那么第三个字符 1呢 我们表示是复元件 那么我们现在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 程序现在自动找到了 我们对应的这个 HPB11的一个模板 它识别为是PB按钮的 这样的一个模板 那我们现在选择确定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窗口 就是刚才我们在 我们的PPT上 看到的这个窗口 那我们左侧的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符号编译器属性 编辑器的一个 二级窗口 那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对应于开关的 一个必须的一些属性 那我们可以选择插入它 也可以选择 部分的插入它 我们现在选择 将它全部插入 我们全部选择 我们的属性呢 是支持拖动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我的鼠标后面 已经跟着所有的属性 那我们选择 将它插入到图档当中来 那么这样的属性 就全部插入进去了 那么我们针对 其中的每一个属性呢 我们都可以进行编辑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加入一些纸 我们双击它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对话框进行编辑 也可以双击它 然后弹出来这样一个 插入编辑属性的 对话框 我们可以 比如说对它属性 是否需要导致 是否需要反向 是否需要不可见 等等这些属性进行设置 那么在这些必要的 一个属性插入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选择 我们的连接线 那么这一点呢 在我刚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原件插入的时候 我就提到 就说我们Ace AutoCAD Electrical里面 插入的原件是智能的 它可以自动的断开导线 那么它如何实现这种 自动断开导线的功能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里 对连接线的一个设置 来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在这里 我们选择插入接线点 插入连接线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插入 是什么方向的连接线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对应的这个开关 那它一般的 连接线的点呢 是在最左侧与最右侧 那我们就要选择 左侧跟右侧的一个 连接线点 那我们选择插入 选择这个开关的最左侧的 这个端点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 要选择插入的右端点 那我们可以现在 在左边的这个对话框里看到 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接线的讯息 罗列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插入 这个连接线的 其他的一些讯息 我们现在接下来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块编辑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保存我们的属性定义 我们将文件路径保存在这里 将我们的对应的这个元器件的一个图标的图像保存在这里 选择确定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符号呢就已经创建完了 那么我们如何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如何要将我们创建的这个符号 在我们插入元件的这个对话框当中来调用它呢 我们选择符号库当中的图标菜单向导 我们选择编辑当前项目所对应的一个菜单文件 我们在这里点击新建子菜单 比如说我将它命名为自定义 然后双击它我们选择添加一个元件 我们叫它为开关 我们叫它为开关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其中的一张图纸上来 我们来进行插入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开关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插入元件的对话框里看到了我们刚才自定义的这个元器件呢 这组元器件 那我们选择开关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插入的时候 我们产生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与我们普通的 库里面自带的标准元器件一模一样的一个插入编辑元件的对话框 那我们可以同样对它的安装代号位置代号元器件标记描述等等进行设置 包括它的目录数据也可以进行查找 那么这样的一个符号呢 就创建完成了 OK那么讲到这里我今天的课程呢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那其实我们AutoCAD Electrical除了我介绍的这一部分非常粗浅的内容之外呢 还有更多便捷高效的功能等待大家去发掘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欢迎大家去试用一下我们的软件 那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在生产设计制造过程当中带来更多的便利 谢谢大家来听我的课